网上预约美容服务平台BlueMe突然结业 有合作的商户罢给平台拖欠了万几元 司委会暂时有接到三宗投诉 郭永恩报道 要清盘的网上预约美容服务平台BlueMe 接受美容、发型、按摩等商铺加盟 结业之前有超过1300间铺参与 客人想预约服务 选了铺头之后再透过BlueMe用信用卡付钱 加盟的商铺需要交连费给BlueMe 扣除大约三成佣金之后 BlueMe会以月结形式将钱交给商户 开按摩店的冯小姐和BlueMe合作大约三年 每年付4000多元年费 但是上年11月起一直被拖数 冯小姐主动WhatsApp联络BlueMe的经理 曾经收到回复说3月底会找数 但是一直没收到 现在BlueMe还欠他12000多元 今年2、3月开始就觉得不对劳 追了可能十几次 一直一张票都没出给我 就开始觉得有点怀疑有点害怕 简直是诚信破产 没想过这么大间公司会这样对我们的商户 冯小姐说BlueMe是行内最大客源最广的平台 有时这些客人还会带朋友来 买了他们的套票 变相令他们多了收入 平台的会员也可以买港币200-2000元的礼物卡 之后预约服务有七折优惠 但是卖出的礼物卡涉及几多款项呢 我们打过给BlueMe 但电话一直拨去留言信箱 消委会说美容从业联会会无条件 免费为受影响的消费者提供未完成的美容服务 又提醒市民 大额预缴消费之前要三思 有线联系记者郭永一目 有线联系记者郭永一目